就看叶红鱼缓缓吞去身上长衫 这一抹香艳让宁缺也不禁艳了艳口水 真好看 的确很好看 只因宁缺一句 想请你洗个澡 叶红鱼便听令照做 自己如今破晋入之命 坐在神座之上 追求到信无爱 早已看淡了这俗世目光 身为道师 渴望的是在战斗磨练成长 身为裁决 我的使命便是裁决人间的罪无恶 叶红鱼奉西陵长教之命 在此地截杀宁缺 尽管曾经患难与共 可如今在叶红鱼眼中 她是冥王之女 她就得死 宁缺知晓自己已是说服不了叶红鱼 趁其穿衣代官之际 便是一道原石三剑射出 曾经所向披靡的原石三剑 如今却愈发失去了准心 叶红鱼只是随意闪身 便将其轻松避开 随后就看叶红鱼拔剑冲向宁缺 那身形快如鬼魅 气势凌厉无比 竟让宁缺险些抵抗不住 紧忙抽出那坡道抵御 只看叶红鱼的剑势 如同疾风咒语 一剑接一剑的席向宁缺 只因两人太过熟悉 宁缺自视之小 自己所谓的绝学 对叶红鱼压根无效 当下索性不要颜面起来 等一下 你说过 将来我们在战场上相遇 你饶过我两次 在齐星到殿已经用过一次 只剩下一次 可以 一次总比没有好 我现在就要用 好 那我杀他 哪知叶红鱼竟转身看向桑桑 宁缺心中无语 杀桑桑和杀自己又有何区别 想不到叶红鱼如今 也变得这般无耻起来 废话少说 你们俩一起上路吧 话音落下 叶红鱼便持剑而上 似乎每一剑都夹杂着 无上裁决威压 刀剑交错之间 碰撞之声长笑破空 可饶视宁缺如何泄尽发力 都奈何不得叶红鱼分毫 反倒被那一道念进 直接击中了凶桃 桑桑见状大惊 拿起大黑伞便冲出马车 正当叶红鱼准备彻底绝杀宁缺之际 却看桑桑腾空而起 一声轻笑 蹦出双唇 那本该是皎洁无瑕的浩天神灰 此刻净化作无穷的黑气 从他衣袍中渗透出来 那气息喷涌 直接袭向叶红鱼面门 叶红鱼怎敌都不会想到 如今成为冥王之女的桑桑 这威力竟能这般恐怖 只是不过片刻 叶红鱼便已是重伤昏迷 而桑桑同样也因气力亏空 晕厥过去 宁缺心中大惊 此刻也懒得再顾及夜红鱼 抱起桑桑便驾车离去 如今桑桑将冥王之女的气息暴露 定会遭到各路人马追杀 或于无奈之下 只得一路逃亡西荒 可哪知刚踏入西荒边境 便遇到一路荒人拦截 为首之人竟是魔宗天下行走堂 宁缺见状心中一喜 这荒原魔宗信奉冥王 桑桑这冥王之女驾灵 定能得到庇佑 你们荒人败的就是明君 却不想这众人面色尽显犹豫 这一败并不代表性 而更多的是具体 是祈求他不要伤害我 可如今倘若收留民女 恐怕冥王还未现世 自己的族人就要遭到各派宗门抄杀 唐一时也无法拿定主意 只好带着两人回到部落 这部落的大长老起初和唐想反一致 本想让两人离去 可无意间看到宁缺包裹中掉落的班纸 这是魔宗宗主的信物 想来莫不是那宗主一有所指 无奈之下 也只好将宁缺二人收留 这消息传到包明神殿 立即引来这长将熊出没的部署 收留明王之女 举世不容 传本座号令 命各国集结大军与修行者 在荒原集结 准备荒人发动战争 讨伐荒人 诛杀民女 救世圣战